所谓极数弹药,根据型号的不同,一颗弹头内可包含几十到几百枚不等的爆炸性子弹药,可以通过空头或者地面发射。 一经射出,弹头在空中爆炸后,子弹药的攻击面积可覆盖数个橄榄球场的大小,在此范围内的生命都难以幸免。 而更为严重的是,部分子弹药在射出后未能立即爆炸,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埋地下,即使冲突结束后的多年,一旦有人触碰或踩踏仍有引发爆炸的风险,可能导致死亡或者重伤,对平民构成长期威胁。 受到极数弹药污染的土地因安全问题无法耕种,也阻碍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。 美国此前在多次战争中使用过极数弹药,根据路透社的报道,美国上一次使用极数弹药是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场,而在更早前,美国就曾在越南、柬埔寨、老挝等国使用过该类弹药,给所在国带来巨大灾难。 路透社称,仅在1964年到1973年期间,美国就向老挝投掷了大约2.6亿枚极数弹药,而截至目前,仅有不到40万枚,也就是不到0.47%的弹药被清理,但已至少造成1.1万人死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